小朋友學習科學 環境保育知識 邊學邊玩 豐富的科學展覽 包含科學實驗秀 工作坊和互動演出等 讓孩子深入認識基礎科學的發展 同時也展現自己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親身體驗科學魅力 就是希望能夠讓更多人能夠親近科學 愛好科學 就是真正的了解科學教育 因為已經不是以前我們學科裡面 我們可能會討厭背誦 理化公式 或者是數學背公式什麼的 我們希望是用一個最接近生活的方式 然後用有趣好玩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科學好好玩 重新就是可以喜歡上科學 那我們也引進了所有最新的 然後最多的研究到我們科教館來 就是希望大家說 透過這一次之後能夠回去去連接到 自己課堂上的學習 然後重新喜歡上科學教育這樣子 台灣科學節今年邁入第四屆 參展商主年增加 攤位約有160攤盛況空前 透過新奇又有趣的動手探究 掩飾及體驗方式 啟發全民對科學的興趣與好奇心 我們今年總共有五大區分別是第一區是多元學習 那我們也邀請了一些不完全是科學類 例如說藝術教育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他們有一些不錯的東西我們也帶來這邊推廣 那另外B區我們則是講有序環境 主要是對於就是環境保護有關的議題 我們都會把它南瓜到這邊來 那C區則是科學科技 我們走的是大專院校以及國科會 科教十座學門的二十幾座學校 他們一起來展示他們最新的研究這樣子 還有就是第一區我們是 Steam 也就是跨領域的學習 那這邊有一些是學校的老師 他們有在帶學生做一些科學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可能是跟科學玩具有關的公司 他們也有來這邊擺攤 就是希望把一些新的東西推廣給大家 那最後還有一區是全民原教 我們今年有跟東區級專科的 這個原住民資源中心合作 那他們也會帶來二十一所的這個學校 他們都有來擺攤 展示他們最新的這些就是傳統藝術這樣子 其實科教館獨有的 獨有的就在科學節的第二週的禮拜五 我們設為一個是校園日 就是希望說這麼多的攤位 我們不要是只有期待六日的時候 請家長帶過來 我們禮拜五的話學校 我們希望學校能夠帶整團學生過來 所以我們其實有發文到各個學校去 但我們發文的地方其實是北北基討 就是讓他們今天能夠來我們科教館免費參觀 對 所以今天是校園團體 我們館都是常常免費 然後外面的攤位也是免費這樣子 教育部推動台灣科學節 希望科學普及化 讓學習科學及運用科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學習科學也可以變得輕鬆愉快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教育部推動 《進入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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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進入宿場》 《進入宿場》